我今天希望 趙前、孫禮、周吾正、王 我不要橫向 我要仲向的 那怎麼辦 這時候你要雙老金的 其實當然第一個 前面有編號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乾脆把這個編號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來 有沒有 這邊就有編號了 這邊呢 複製一下 也有編號了 這樣就比較好做事 可是如果將來沒有編號怎麼辦 你就要想別的方法 不過我們假設有編號 那做法上是一樣的 所以優標放這邊對不對 插入 我們最近使用過的MID 然後呢 這個範圍一樣按F4 所以這個範圍選到A1 F4 因為這個範圍一定不會改變 幾個字 一個字 因為姓氏也只有一個字 會改變在這裡 那我們的邏輯 剛剛是從這邊過來 所以我現在把它改成從這邊 這個 A13對不對 那A13呢 如果你按確定 他當然這個時候第一列應該是OK的 可是其他列應該是不OK的 所以這個地方後面就完蛋了 就不行 怎麼辦呢 一樣切回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A13決定他的編號 加上他的倍數 那倍數由誰決定呢 由他上面這個數字 記得先減掉1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次不用加上倍數 不用加上8的倍數 所以外刮弧再給他一個 好 記得哦 先減掉 再乘以多少 因為他1到8嘛 所以8再來下一個 就是8加1 9嘛 這個就是8 再16 16加1多少 17 有沒有 這個就是8的3倍嘛 3倍是24 25嘛 有沒有 反正就是8個 8個 該懂的意思吧 好 看好像大家腦筋還沒轉過來 因為可能大家都不是數學系的 所以腦筋沒那麼快 好 乘上8就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我拆成兩個部分來看哦 前面指的是他的編號 後面這個指的是他的倍數 所以第一次的不要加8的倍數 加上倍數 加有沒有 那第二次的話才要 所以必須把它減1 再乘上8 OK 好 然後記得呢 我的 標題欄在A欄 標題列在第二列 所以記得哦 在A欄前面加一個 shib加上4 就是前的符號 shib加上4 然後在12列的地方 shib加上4 好了之後的話呢 按確定 這個時候看看會不會OK呢 向下 向右 放開 放開了 好 沒有問題 好 所以哦 其實做事情就是要對的方法 其實真的會對的方法的人 工作起來的那個氣氛會非常愉快的 你如果不懂的方法 我跟你講啊 這些東西 你慢慢弄吧 一樣 160個字 你慢慢在那邊填吧 對不對 如果你以前不會那個方法怎麼辦 在那邊Ctrl C Ctrl V C 你要160 164 然後換個方向 你又在160 164 那不是頭痛嗎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百家姓 那當然同樣的方法 請各位 回去可以想想 因為我們時間可能不太夠了 所以在網路上 找一下 三字經 全文 不是那個三字經 國罵那個 跟那個沒關係 是三字經的全文 你可以找到這裡面的全文 想要怎麼簡說 還是什麼 那如果說我今天找到這個文章 我希望 可以把它也是一個字 應該是三個字 剛剛是一個字嘛 現在是 假設你今天要編排 也許你是 四段 一個section 或者是八段 一個section 可不可以 那你可以放在格子裡面呢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做 方法一樣 或者你可以找一下 三字經 或者是什麼 千字文也可以 其實這個很多東西 千字文有沒有 全文這邊也有 或者是千字文這邊也有 或者是說你五言七言 也可以啦 反正 將來 如果你找到的東西 你放在Excel裡面 任何地方 你希望秀出來的話 你要怎麼去秀它 你不可能說 你全部亂放 或者說你在那邊 剪下貼上 剪下貼上 絕對不可能 所以將來 你的文獻數位 你的資料 怎麼樣去呈現 那一般呢 大家很習慣 呈現在Excel裡面 那以後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中文系電腦 真的都不行 至少你基本的東西要會 其實我上這門課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們不是拿你們跟那個 像資訊相關科系的人去比 而是你們要拿你們的特長 你學你應該會的 其實就夠了啦 至於說你將來想要學更多 那你自己再去發揮 那不過你要知道說你們的特長在哪裡 總要有個專長 不要說欸 中文系會什麼東西最行 想想 嗯 好像 那如果都沒有 那實在是一定很悲哀的事情 但我想你們有很多地方 是很OK的啦 至少我覺得你們的那個什麼呢 至少人文素養應該會比較好一些些吧 有沒有 或者內在涵養會比較好 或者說中文系的女生氣質特別好 OK 所以很多 其實很多那個 那個 爸爸媽媽在找對象的時候 找女生對象的時候呢 都會特別喜歡文學院的 尤其是中文系的同學 為什麼 因為氣質特別好 OK 然後如果你又能夠做一點事情的話 那更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當然提供各位參考 那請各位齁 因為可能今天時間再講下去會不太夠 所以今天至少就是一個 兩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齁 請各位先找找看 你有什麼對什麼興趣 也許三字經 也許是千字文 有沒有千字文 欸你看這裡面 而且你看喔 光三字經的版本就好幾種 而且三字經齁 你不要看這幾個字沒什麼 其實你把它唸起來的話 這字裡面道理都非常的深喔 對不對 當然也是叫人家好的啦 不是叫人家不好的 OK 好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齁 那 再來就是 如果你將來 有一個 數位資料 比如說文學性的數位資料 你要怎麼樣快速的 把一個 你需要呈現的一個資料齁 可以快速的把它們一個一個放在格 該放在格子裡面 好啊 將來你也可以把它加一點格線 再加一點夜首夜尾 再把它列印出去 哇 感覺就不一樣了 好 因為呢 將來你可以自編教材了啦 那這樣感覺 欸這老師很到位 不要說老師 老師電腦不行 沒辦法 處理資料的話 都只能去用copy 那當然 這個 這個年代 我想你們需要的東西 其實至少在處理Excel的資料上面 我想應該至少不會有問題 好像剛剛 那個 那個 你們老師來問 就是到底你們需要學什麼 其實我的規劃大概是這樣 可能一年級 你至少要Word 跟Photoshop 應該至少要會吧 Word 基本的編排 跟Photoshop的能力 二年級的話至少 你可能要Excel跟PowerPoint 我想應該至少要會吧 所以我們這階段是 數位資源的這個Excel部分 跟PowerPoint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第三階段 三年級可能要學一點那個 雲端的一些應用 跟網頁跟手機的APP 尤其是手機的APP 像我在那個 三年級以前你們學長姐那個階段 有教他們一些做手機的APP 然後並且用QR code 可以掃一下 然後呢 你的手機 對方的手機 就可以看到那個 你的這個 你要呈現出來的東西 這感覺就還蠻好的 最後第三 第四年 你的那個畢業專 畢業製作 至少就會有個方向 就把這四年裡面所學的 還有你在中文系涵養的東西 就至少會有工具 你至少可以把它呈現出來 不要說中文系學什麼東西 其實你要懂得吸收 你要懂得會消化 也會消化跟把它呈現出來 這一點我想很重要 至於當然是不是要走數位 不見得一定 可是我覺得 它是一個 目前大家 最大的一個 供應數 我想大部分 都至少可以接受 那每個人應該都會有 智慧型手機 這些 裝置 那如果你可以把這些東西呈現上去的話 我想你的機會 當然相對會比別人多一些些 因為這是最基本的 至於你要還有什麼其他的創意 但也建議各位 可以把它試著呈現出來